国庆乡即将在8月20日举办2022南投国庆咖啡节活动 今日也举办宣传记者会 县议院陈怡君表示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许多在地咖啡业者也非常的期待今年活动的到来 希望借由今年咖啡节的举办 能够重新的把国庆咖啡推展出来 借此能够帮助在地的咖啡农友有更好的收益 那也很期待呢 在8月20号有20家的这个厂商 会来到我们的泰雅度假村 提供最好最精品的咖啡 让大家来免费品尝 那8月27号当天呢 又有台湾之星 要在我们的国庆乡的老街 让大家来品尝 非常特别的四乡镇的这个咖啡 那希望透过中央地方的协力 让我们的台湾的产业在疫情当中 也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先议院业人创表示 借由每一次的咖啡节举办 让国庆咖啡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 也借此打出国庆咖啡的知名度 像这样的宣传方式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经营模式 非常值得我们来鼓励及赞许 那就每一次咖啡节活动的举办 把这样的一个行销 推广到台湾各地 这是推广到世界各地 让台湾的咖啡农 让台湾的咖啡的收益越来越好 那另一方面也促进在地观光产业 来相得益彰 来展开一个善的循环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偏乡 一个很好的一个经营 农特产的一个模式 先议院林芳宇表示 透过国庆湘工所 每年举办的评鉴以及烘焙比赛 也让国庆咖啡的品质 每年都在提升 再加上每年的咖啡节活动举办 也希望借此能够让国庆的咖啡农们 走上一条产业发展更好的道路 每一年的咖啡评鉴 以及烘焙的这个咖啡豆的比赛 其实再再提升了 我们国庆咖啡的这个品质 同时每一年的 透过每一年的这个比赛 所有的咖啡农 在种植方面 在咖啡的烘焙技术方面 都提升的蛮多的 大家为在地的这个咖啡产业 尽心尽力 希望说国庆咖啡能够打出 它的知名度 能够走出一条路 副议长潘一全表示 国庆湘的咖啡近几年来 在公布门及各产销般的 努力经营之下 也逐渐地打出 国庆精品咖啡的知名度 也希望借由每年的咖啡节举办 能够借此扩大行销在地咖啡产业 进而推动地方的观光产业发展 记者 纯伟一 国庆湘采访报道